走进温室 原本应该要出口的 鱼池国兰兰花植株 因为订单都被取消 现在都还种在温室内 让花农很苦恼 走出温室 堆像小山一样的 也是原本要出口的兰花植株 现在全部都变成了垃圾 外销比较刺激品 现在没办法出都丢掉 花农感叹 为了分散风险 除了中国 近几年也把花卖到了南韩 但没有想到这次的疫情 两个国家都沦陷了 眼看三个月之后 兰花花齐过了 卖不出去 两年辛苦培育的心血 不但白费 每个人损失超过百万 花农大部分都在这个价位以上 它问题有的 种越多损失越大 农粮署已经洽花卉农产团体了解需求 并沿逆了相关的应用措施 分阶段推动花卉产业的振兴方案 并针对花卉种苗业者提供政策性的专案贷款 新带户第一年免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